新增源头不明个案有8宗 比前两天稍微减少 不过仍偏及港狗生戒 有政府专家顾问 社区引营传播令人担忧 建议即时收紧防疫措施 例如要中小学全面停伏 最新的8宗源头不明个案 患者一半是家庭主婦 分别住在荃湾、黄大仙、河文田和北角 卫生防护中心说 他们没有特别高危的活动 日常主要去过街市 至于另外4个患者 一人报清无业 住在旺角远东大厦 一个人住在马安山 他工作需要经常去到多区的地盘巡视 另一个住在坚尼地城的患者 就在葵方新都会广场工作 而在旺角工作 德望学校中学部 一个学生的家长也确诊 德望学校说 星期二到五暂停面售课堂 改为网上售课 也会清洁校舍 我想政府都密切注视着 一切有可能的收紧措施 当然在公共卫生的角度 越收紧越好 当然做这些措施 都可能会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政府专家顾问 许树昌就说 第四波疫情来势 甚急 政府应该立即考虑 做中小学庭课 和实施在家工作等 很多也都没有特别的高风险因素 又有学生又有家庭主婦 年龄层也都比较宽 不同地区都有源头不明个案 如果避免人群不聚责 那都是尽可能要改回两人一台 还有营业时间可能你退回早点 可能到10点 因应新一轮疫情 医管局宣布 星期三会重新启用 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 舒缓公立医院隔离病房的压力 胡思念志记者 刘俊玉不道